好的 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那今年呢是我们的开年第一课 2022年筑块审计的基础进阶班 在这个班子之前呢 大家可能都上过小李老师 李明元老师的先学班 打了一定的基础 那或者有同学呢 可能以前呢有一些学习的基础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开始正式的启动 2022年审计的备考了 那么新教材已经下发 我最近呢在加班加点的 部分昼夜的给大家去赶制 2022版的打好基础和制作好题 那预计在不久之后 也会送到大家的书桌前 那我是朱姜老师 我姓金 然后名字里面呢还有三个金 加在一起四个金 然后还有一个名字 松 金心松加在一起 那么大家呢 可能会在四尔跟我见面两次 一个呢是咱们一起考审计 另外一个呢 未来大家通过了审计和专业阶段 咱们一起考综合 那从今天开始 咱们就互相要成为彼此陪伴 大半年之久的 一起奋斗的战友了 好了 说完这一点之后呢 首先我想给大家说 制全体学员的一封信 很多人都来问我 说老师我今年的审计 到底该怎么学 老师我为什么去年没有通过 那今天开篇的时候 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 叫做耐心和持久 胜过激情和狂热 这个呢是从我当学生的时候 就喜欢的一句格言 我当了老师之后呢 也把这句话分享给了 很多很多界的小伙伴们 那么同学们都告诉我 说这句话使得他们获得了力量 使得他们呢得以坚持 保持了自律 那今天我也想把这句话 送给大家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很简单 我是想大家从今天这一刻开始 大家就要保持耐心和持久 不要着急说 老师我马上就要开杠了 不要着急 咱们首先放慢一点脚步 先来听我讲一讲 审计这门课 到底该怎么学 什么样的坑 咱们要把它避开 所以最开始 送给大家这样一句话 那接下来 我想跟大家谈 大概有两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学好审计 如何考过审计 那最简单的是 大家必须要了解 审计考试的时间 提醒 还有提量 先说时间 2.5个小时 这个时间 我从今天第一课就告诉大家 相对是比较紧张的 大家不要预期 说审计 我把题目都做完 还剩半个小时 我检查 我在那细嚼慢咽 吞吞吐吐 不可能的 时间相对紧张 这大家从今天开始 就要形成心理上的准备 然后来了解 提醒和提量 在提醒 一共有四种 分别是单选 多选 简答 还有综合题 对于这四种提醒 在2021年的考试当中 突然间给你放了个按键 什么意思呀 提醒的提量和分值 做了一些调整 咱们来看一下 2017年到2020年 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 我们的题目的提量分布 单选题 25个 每题1分 共25分 多选题10个 每题2分 一共20分 简答题6个 每道题6分 6636分 综合题1个 这道题19分 加在一起呢 分值100分 2021年 大家能够看得到 首先在单选题这里 提量下降了5个 而在多选题这里呢 提量上升了5个 然后特别还想给大家 泼一盆冷水的是 哎呀好讨厌 为什么 因为简答题 它的题量没有变 但是每道题的分值少了1分 一共有5个题 各少了1分 少了5分 跑哪儿去了呢 跑到多选题当中去了 所以也就是告诉你 多选题的体量变多了 分值上升了 而简答题提量没变 分值略有下降 单选题分值下降 提量也有下降 但是各位啊 大家一直参加考试 还有的同学呢 住快的科目当中 别的科目已经参加过了 你也知道 多选题在咱们的考试当中 整体上得分是比较难的 所以就这一点而言 我觉得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一定要保持对这件事情的激紧 为什么 因为我今年在制作好题当中 也给大家新出了很多的多选题 目的就是要充分训练 所以这是提醒体量 大家心底要有数 第二点 我今年特别特别的在这里 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我说各位小伙伴 一定要充分的认识到 审计考试的灵活性和应变性 我以前从来不说这个概念 我会告诉大家 我说审计考试有一定的灵活性 一定的实物性 但是整体上 仍然依靠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为主 但是今年我把这个风向标改了一下 这是我今年做的重大的 对审计考试规律的 一个认知上的调整 也分享给你们 我说审计考试有较高的灵活性 和应变性 甚至是相当高 为什么呢 我分析了以下几个点 这几个点 我今天说给大家目的是什么 一定要让各位小伙伴 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而且要成为你复习备考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性的思想 换言之 大家必须要建立预期 早做准备 你不能说等到做了考场上 突然见到了一些特别灵活的题 你说老师 我怎么不会做 哎呀 为什么考试考得这么偏 为什么这些题 我看着好像都会 但是一做却都做错了 你不要等到考场上 再去有这种意外的惊喜 甚至是惊吓了 那从今天开始 你就要知道 审计考试的灵活性 应变性相当高 体现在第一年 多选题增加了 你要注意啊 去年那个题型题量变化 连有的科目不是这么变的 比如像采管 那还是变得变好了 比如说有些批试的考试 它那个大题反而减少了 但咱们审计是多选增加了 那多选题 评分的规则 错选 多选 漏选 这都不能得分 本身就是各位同学 失分的重灾区 至于怎么去做多选题 我今天告诉大家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在平时做题 是需要调整的 就是要把单选也当多选做 你看到单选题 ABCD四个选项 选几个 选一个 那换言之 有些选项你拿不准 你搞不清楚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还是能够把题目做对 为啥 排除法 运气好 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但是你扪心自问一下 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所有同学 这ABCD四个选项 每一个你都非常的笃定 非常的坚定 百分之百吃透了 学懂了吗 是因为这个你才做对的 还是因为有那么一点点运气的成分呢 那我恐怕 很多同学是有运气的成分的 那么如果把这样的题 给你改编成多选题 你发现运气就不好使了 排除法就不管用了 所谓的答题技巧 一下就失灵了 那多选题就意味着你ABCD四个选项 钉就是钉 锚就是锚 会就是会 不会这道题 你一定会出错 想要蒙对的概率真的太低了 所以平时我就希望 各位小伙伴 你从今天听了我这节课 在做题时必须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ABCD 做题时 如果你认为没有问题的 打勾 这个选项我觉得是对的 B呢是错的 打X 在草稿纸上在练习词上就要这样写 C呢我不确定 不确定有的同学把它糊弄过去了 不要糊弄过去 画个问号 D选项呢 我也要画个问号 老师我好像有点拿不准 但是我感觉 我模模糊糊的记得 好像D选项呢是不对的 好了 对答案的时候呢要纠错 假设这要提选A 那么BCD B你内心是清楚的 C和D你不清楚 不清楚 那今年的只做好题 每道题目 每个选项的解析都写的特别全 都写了 你就对照着看一下 C和D 我为什么没考清楚 把原因一定要放在旁边 这两个选项 再把它吃透弄懂 所以单选题也要当成多选题做 这是我给大家今年提的 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要求 把每个选项一定要做到吃透 好了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这两年呢 审计考试 他又考教材上的白纸黑字 还考书本外的弦外之音 这就要求每位同学 必须要做到深度思考 也就是说 在考场上遇到的有些题目 它是不是你平常学的知识呢 是的 但是你需要绕个弯子 你需要去做推理分析 变息 而不是那么直来直去 给你挖个空 然后你直接添 你背下来就能得分 审计考试现在单选多选 简达综合 它都有具备一定的灵活性 和一定的应变性 所以这一点上 就要求我们平时 就要把问题想得特别深 把原理一定要吃透 第三 简达题和综合题 它是有一些实物的案例背景的 那我相信今天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是不是也是 大多数的同学都没有做过审计的实物 有多少个人在事务所做审计的实物呢 我觉得是少数吧 那怎么办呢 我在上课的时候会给大家去举一些案例 对于这些案例 大家平时一并要克服为难的情绪 学审计有一个特别大的忌讳 就是听笑话 听热闹 大家上课的时候听着 发现好开心 有好多的段子 但是一笑而过了 更重要的是听什么 听那些幽默的东西 有趣的东西 背后那些看似有点枯燥的实物案例 把这些内容一定要耐着性子 扎扎实实的弄明白弄懂 再结合我们的理论知识 这样的话才能够提高处理实物问题的能力 然后才在考试当中不会产生为难的情绪 这是为什么审计考试 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我在这里给大家说到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心里建立一定的预期 第三 怎么应对 我有如下几个建议 第一点 我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树立信心 重视基础 自信的人是最有魅力的 自信的人也是更容易通过考试的 大家从今天开始初学审计 咱们等一下就要讲第一章 我希望大家从初学审计第一章开始 包括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七章 第八章 我把这些章节称之为基本原理 对于基本原理的章节 花再多的时间 把它弄扎实 我觉得都不为过 因为它是基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大家一定要强化审计地图和审计棋盘的思维方式 什么叫审计地图 我从讲第二章开篇的时候就会给大家画 我说咱们这本审计书把它画在一张地图上是什么样子的 从第一章开始 第二章第三章 全书一共23章分别都在这张地图的什么位置上 目的是为了避免大家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那大家一定要跟着这个审计地图按图所记 一站一站的走向终点 而审计棋盘我也会画 我说这些章节和那些章节之间产生着纵横交错的关系 这种交错的关系能够帮助大家使得知识点形成知识网 这是大家非常要重视的学习当中的很重要的方式 第三 这一点我请大家在这一定要打个信号 我个人认为很多同学通过不了审计 核心原因出现在了这 你特别依赖课堂 特别喜欢听小林老师讲课 讲完之后听一遍还不够 甚至要再刷两遍刷三遍 我见过有的小伙伴说 老师这遍课我刷了五遍六遍 我的倍速越来越高 怎么就是不见我的分数涨涨涨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亲自动手去做题 有的同学说老师我做了题 为什么还是没过 因为你没有思考 老师我好像思考了 我也动脑子了 为什么我还是没过 因为你没有纠错 所以这三步一步都能少 一要做题 二要思考 三要纠错 我给大家画下关键词 我对各位小伙伴的要求是 大家首先一定要亲自动笔做题 这个做题不是说看着答案做 我在你们家里面都装了摄像头 我也知道你们平时怎么做题的 比如这道题 第一题第二题 第二题是选C还是选D呢 然后悄悄摸摸的往后 看见答案 哎呀选C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把C呢 大不流行的写成去了 这道题呢 我觉得应该选ACD吧 一看答案 AC哎呀 对D不能选 果然英雄所见略同 我跟答案想的一模一样 我告诉你们啊 这样的做题是无效的 你做五本练习测都没有作用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B卷完成 所以我请大家把这四个字 写到你的习题册上 写到你的作业上 叫做B卷完成 完成之后呢 希望大家一定要拿根红笔 其实啊 我也是普通的人 我也当过学生 我跟你们都一样 有着非常朴素的学生时代的心理 我那时候有什么心理呢 我也不喜欢看到自己拿着红笔 把自己的练习测上标的到处都是差 为什么 会有种挫败感 但是后来我想明白这件事了 与其我害怕这一时的挫败感 我不如坦然的去面对它 等到我上考场的那一刻 我会非常的自信和笃定 因为平时出的错 考场上不会再错了 而如果你平时就是假繁荣 哎呀 好像自己题目都做对了 这小题明明你选错了 但是还悄悄摸摸的 哎 把它涂掉 然后把答案的正确答案写在旁边 企图好像是自己学了很多 做得很对 但事实上你是假繁荣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面对真实的自己 拿一根红笔 做错的题就给我在上面画差 甚至我要求同学们再拿一根荧光笔 画完差的题还不够 有些题你懂了 有些题你没懂 有些题你看完一遍之后 下次做还会错 再用荧光笔把它给我圈出来 不求多么美观 就是直截了当 提醒自己 告诉我们一定要把错误纠正了 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建议 第四点 做好计划 跟进我们和播客的进度 接下来会给大家发课表 而且从头到尾 我能帮大家总结的准备的 我今年我觉得我会做的更多 但是大家要做的就一件事 保持执行力 希望大家都能够按时的来上课 然后玩课 我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 每年那个玩课的同学 所占全体同学的比例 我发现跟通过率惊人的相似 换言之 我们可以近似的认为 如果同学们保持毅力 把课程都跟完了 把作业都做完了 那么大概率你就是通过考试的那一拨人 如果没有的话 想想上面的原因到底出现在了哪 你是不是有假繁荣的情况 所以我鼓励大家 一定要按时的上课 完课 好了 学习方法咱们就说这么多 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说 如果大家收到了打好基础 现在已经收到了第一章的样张 这是大家可以暂时使用的讲义 那么如何把这本书用好 第一个 跟上直播课学习 这本书当中涵盖了 审计考试几乎所有的必考点 于是呢 我在课堂上认真讲解的 你也要认真的消化 第二点 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利用 这本书当中的专栏 有多少小伙伴 昨天上了中歌刘中老师的会计课呢 我相信他把这本书 也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 这本书今年的形成 也经过了我们反复的研究讨论 否定再否定 不断的迭代和革新 因为我相信 创新是我们获得青春活力 保持竞争力的非常重要的法宝 因此 如果你想要去 在新的一年当中 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那就免不了的 一定要有创新的精神 那在写这本书当中 我在专栏这里 给大家今年又做了一些创新 这本书你会看到四个专栏 第一个叫做解题高手 这里面就是得分 夺分的技巧 怎么做题 怎么把题做对 把分数拿到手里 然后第二个 今年给大家特别的 全新开设了一个专栏 叫做精准答疑 这精准答疑是怎么来的 是我们去年的参加审计科目的小伙伴提的那些问题 我们利用大数据 每一条都做了分析 合并同类项 做了归类 统计了评次 然后老师们又判断了这种问题的代表性 对考试的价值 把那些最有用的给大家选出来了 选出来之后 干脆给大家写到这本书里 所以精准答疑这个专栏是2022年全新给大家去编写的 希望就是解决大家的那些共性的代表性的 而且对考试有价值的问题 第三个专栏叫做原理详解 原理详解 这是背后的审计学原理 无论是我还是刘忠老师都给大家强调 一定要知原理 懂原理 用原理 第四 叫做典力研习 在打好基础这本书当中 会有一些例题 同时会有一些案例 大家借助这些东西 把我们的知识点要做到更好的消化和吸收 好了 这四个专栏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它们 然后把它们用好 最后 还有一个建议 叫做合理搭配系列图书 和我们打好基础这本书 能够相互搭配 在今年的备考之路上使用的 大概还有这么几本 第一个 只做好题 这本书是打好基础的CT册 我希望今年大家在这一亮画个星号 我写三个字 每位小伙伴必须做 我刚才说过了 我说审计考试的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 灵活性越来越强了 于是呢 我在历年真题 原来的打好基础 只做好题的基础上 今年又补充了将近30%的新编的题目 完全都是按照21年考试的风格 命题的规律 给大家重新编写的 放在了只做好题当中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 今年的只做好题的练习册 它里面会有很多 与当下考试比较贴合的 与时俱进的题目成分 而且说过了 一定要B卷完成 要勇于纠错 第二个是4299G 参加我们全程班的小伙伴 大家都会收到的 4299G是对打好基础的提炼 和延续 会在冲刺飞跃这个阶段 寄送给大家 最后还有一个是 五年真题三套模拟 称之为53 大家平时零零散散的题做了不少 但是临到考试的时候 冲刺飞跃的时候 还是要做一些真题和套卷 所以五年真题三套模拟 今年应运而生 这套题目 每一道真题 尤其是大题背后 都给大家去写了 如何揣摩初题人的意图 左边是题目本身 右边是题目当中的每一句话 它的命题点 它的出题人的意图 解题的方法分别是什么 都写在了旁边 采用左右对照的方式 左边是题干 右边是解题的思路和方法 那这本书之后呢 大家也可以在冲刺飞跃阶段 利用它来去练习套卷 练习套卷的目的 就是为了练心态练速度 好了最后再说一句 考试的本质就是做题 所以大家就是要把题目做得又快又准 以上是学习建议 最后呢 这段话好像是特别适合在课程结束的时候说 但是我想今天在开始的时候就告诉大家 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的过去认识我 或者呢过去听说过我 那我们今天相遇在了审计课堂上 大家呢总告诉我说 小金老师 感谢你陪伴着我们度过了这么难熬的岁月 考证啊真的太辛苦了 老师理解我 甚至我身边的家人都不一定理解我 我也会告诉大家我说大家又何尝不是在陪伴着我呢 所以呢我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为学生多想一步的老师 那希望我们今天开始彼此给对方力量 然后咱们互相陪伴 那当然 希望我的课堂能为大家切实的帮助 那我最后最后一点小小的期待 就是未来大家收到打好基础这本书的时候 大家在听课的时候 如果你会感叹一句 说真的用心了 真的不一样了 真的又做了迭代和创新了 那就是我最开心的事了 当然我还有更开心的事 就是各位同学 咱们在半年多的时间学习结束之后 在今年的年底 大家都能够收到通过考试的好消息 咱们都能够再综合再次相遇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约定了20分钟讲前言 因为讲多了大家也不爱听 那现在刚刚好好7点20 时间掐的真准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开始跟大家正式的学习 审计的这本书了 我现在拿到手里的这本书呢 是新教材 要不要买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买一本 但是复习的时候 大家可以不用以它为主 可以把它作为我们的手编书 图书馆 背茶库 那学习时可以用我们的讲义 打好基础 只做好题为主 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让你翻一翻 翻一翻的时候把它拿出来 有的人说老师我不想买 没有必要啊 这本书 这点钱几十块钱 没有必要是 未来有一天你通过考试了 你的孩子过来问你 说爸爸妈妈 你是中国注册会计师 那你当年学习的课本在哪呀 你说爸爸妈妈没买课本 这跟孩子也说不过去 留作纪念也好 停试学习背茶也好 有本书还是很重要的 好了 前言咱们就说到这儿 简明额药开门见山 说完了咱就开始正式学习了 那下面的时间 如果大家都准备好了 我们就开始学习 审计教材的第一章 审计概述 审计概述 这个词放在这儿 如果你跟别的科目比一比 你就会想起别的科目第一章 也是这么叫的 叫总论 或者叫导论 对吗 大家从大学开始就这么学习 而且你也知道 老师每当画重点的时候都会告诉你说 总论不考 导论不考 对吗 所以大家容易形成这样的课板印象 但是我想今天告诉大家 咱审计的这个审计概述 这一章的重要性 它是非常重的 怎么说呢 我之后每一章都会给大家 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这一章节的特性 简称为学习题要 第一个问题考几分 第二个问题怎么考 第三个问题怎么学 大家如果听了会计课可能会说 小军老师 会计老师也是这么讲的 你这个没啥新意了 昨天我们已经见识过了 没错 我们这六门课 我们的志士 和我们的这些栏目专栏 都是统一的 保证大家在每门课程当中 都能够采用你所比较熟悉的学习方法 来进行延续学习 先说考几分 这章节属于超重点的章节 考几分呢 三到四道的多选题 单选题 合计分值 五分到八分 这个数据啊 其实让我挺大截眼镜的 甚至有一年我发现 我算了算 第一章有超过十分 同学们 十分啊 甚至那年成为了 审计这本书 二十三章的分值之最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第一章超级重要 在今年 这一章当中 有一个新增的知识点 叫做内部审计 和注册会计师审计 那预计这道题 可能会考察一道单选 或者多选题 等一下 我给大家重点展开讲解 怎么考 这一章集呢 一般来说是不出简答题的 所以大家呢 不需要大篇幅的去做原文的背诵 而是需要去精准的理解一些关键的体验 把那些坑能够躲开 那么考试当中 一般就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这是怎么考 那接下来我来说一说怎么学 在学习这一章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啊 联系着怎么考怎么学 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 在脑海当中这样一个概念 假设这是第一章 我想说一下 第一章当中有一个内容叫做认定 我先写在这 这个内容 我建议大家 听完第一章 你能够学到五分熟就很好了 你不要强求自己 如老师认定我一定要把它弄到全熟 不可能 因为认定需要综合整本教材 甚至未来我们专门去讲综合题怎么做 才能把它完全的吃透 所以学完第一章五分熟就够了 你说七分九分全熟等什么时候呢 别着急 我会未来慢慢的带着你把它弄到全熟 好了 除了认定以外的这些内容 我希望大家在学的时候 切勿盲目求快 一定要细嚼慢咽 因为这些内容在每年考试当中所占的分值 就如我刚才说的 很高 而且这些内容只要你认真学了 一般就不会丢分 好 以上是学习提要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一节 审计的概念与保证程度 第一节 非常简明额要 能够看到讲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叫审计的概念 第二个问题叫保证程度 但是这两个概念教材写的时候呢 其实写的在这有一点 在那有一点 没有把它们综合在一起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时候 我是把它综合在一起 给大家重新做了整合 为什么 因为考试会这么考 于是 我们把它首先放在这样一个表格当中 通过了解注册会计师的业务类型 来去掌握 我们注快能干点啥 除了审计以外 还有哪些事我们能够做 以及我们做的这些事当中 提供相应怎样的保证程度 所以这张表格 我希望大家每个人 都要刻在自己的脑海当中 它是两颗星 我告诉大家 在这里 它是五年考五次 考试的频率可以说是百分之百 每年都要考 讲这张表 我给大家不要对着念一遍了 我通过写脉络图的方式 带着大家来理解一下 注册会计师 大家都喜欢考 认为考下来注快 有一定的含金量 那么含金量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体现在你有广阔的就业前景 有丰富的就业机会 那么我们CPA究竟能够干点啥 我现在给大家讲的这个知识点 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我们的审计教台的理论 我们注快能干的事 包括两种 第一种呢 我们把它叫做见证业务 在见证业务当中 需要大家熟悉并掌握的有三类 第一类呢 叫做审计 在我们这本书当中 从第一章到第十九章 它所介绍的都叫做财务报表审计 第二十章所介绍的叫做企业内部控制审计 至于怎么做 你现在不用着急 但是你心里都要清楚 它们都叫做审计业务 接下来第二类叫做审阅业务 审计比审阅呢 要做得更详细一点 审阅呢 做得可能会更粗一点 这是二者的区别 第三 叫做其他见证业务 在其他见证业务之里呢 课本上没有做详细的介绍 但是考试喜欢考 所以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叫做预测性财务信息审核 大家只需要掌握这几类 我对这就够了 那么这些在一起呢 把它构成了见证业务本身 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类 叫做相关服务 什么叫做相关服务 在我们教材上 给大家一共介绍了四种 首先第一种 叫做代编财务信息 第二种 叫做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 第三种 叫做税务咨询 第四种 叫做管理咨询 这张脉络图 我不厌其烦的给大家画了一遍 我是希望每个小伙伴都把它刻在脑海当中 然后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些事都是干嘛的 让大家稍微了解了解咱们CPA的世界 走进CPA的大门 先来说 见证业务 见证业务呢 我喜欢把它叫做裁判型的业务 这个业务 一说到裁判 它往往涉及至少三个人 比如说你们两个之间 要有一个独立的第三人出来 帮助你去做裁判 那审计审阅和其他见证业务都是这样的 我们是充当裁判的角色去评评理 无论是审计还是审阅 还是预测性的财务信息审核 有些是针对历史信息的 比如审计和审阅 有些是预测性针对未来的一些信息的 但是无论是什么信息 我们都是充当裁判的身份 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委托人 告诉社会公众 告诉关心这张报表的人 我们去审计审阅 我们去审核的这张报表 这些信息靠谱吗 这就叫做见证业务 换言之下你会发现 见证业务当中有一个正字 这个正就是保证的意思 那近而言之 你会知道 这几类见证业务当中 他们会提供保证程度 比如说审计 审计它提供的叫做合理保证 合理保证是一种高水平的保证 审计 他所提供的 叫做有限保证 有限保证 比合理保证水平要低一点 他做的工作也粗一些 预测性的财务信息审核 在这里考试当中就有一个坑了 不要一概而论 可能是合理保证 也可能是有限保证 答案是不一定 要看情况 所以如果考试当中 跟你说的非常绝对 说他一定是合理保证 一定是有限保证 那就是错的 好了 这就是见证业务 而相关服务呢 它叫做教练型的业务 什么叫做教练 一般是两个人 我为你提供帮助 你看 我帮你去编制财务信息 我在帮助你 我们两个商定好 我帮你做一些事 商定程序 我为你提供税务上的咨询 那这不就是陈说老师多年去从事的业务吗 我为你提供战略和管理上的咨询 这是你们非常喜欢的小于老师 他过去做的事 战略管理 战略咨询 他都是我为你提供帮助 两方之间 我当你的教练 他不同于见证业务 见证业务当中是三方之间 我当你们的裁判 所以如果同学们把这一点弄明白了之后 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 相关服务当中 他是教练 而不是裁判 因此他不涉及任何形式的保证程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点 所以未来考试当中 他给你挖坑 说商定程序提供有限保证 说管理咨询提供合理保证 对不对呢 都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教练业务 是我来帮你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不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 我提供的叫做服务 只有在裁判业务 我来评评理的时候 那你评的这个理 你得高望重 你给出来的信息 别人要去依赖它 要去做一些决策 那去此 你要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证 所以各位小伙伴 这张图画完了 我希望大家 能够把它做到入门式的了解 然后这张图要刻在脑海当中 科技脑海之中之后 考试当中考什么 记住啊 这里考多项选择题 听明白之后 我们这里就讲完了 二分啊 很重要 那接下来给大家放了一个解题高手 解题高手 我们在今年的打考基础当中是这么写的 先写命题角度 就告诉你考试怎么考 接下来告诉你说 做题怎么做 未来的解题高手都是这样的 来看考试怎么考 说让你辨析 相关的服务 还有见证的业务 怎么辨析呢 第一点 见证业务是裁判型的 我们要通过鉴定鉴别审核 来提供保证 来增强信赖 那你会发现 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记忆的窍门 是在他们的见证业务的名字里 都有一个审字 凸显了他审核的特性 相关服务呢 它是教练型的业务 它是注册会计师 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技能 来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相关服务当中 涉及到对任何学科知识的运用 你看我们注快考这么多门学科 你可以用税法的知识 提供税务咨询 可以用战略的知识 提供管理咨询 也可以用会计的知识 去带边财务信息 所以现在你也明白了 为什么咱们要学这么多门课呢 因为注快的大门 世界 很精彩 有很多地方 都能够让我们去发光发热 这就是考试当中 怎么做题 怎么考试 所以解题高手 大家也大概明白了 明白了之后呢 在这里会有同学们提出一些问题 问题是 第一 老师为什么你说 预测性的财务信息审核 既可能提供合理保证 也可能提供有限保证呢 如何理解 我是新入门的小白 我根本听不懂 那于是我用大白话跟你讲一讲 你看啊 什么叫做预测信息的财务信息审核 首先 它是针对未来的 因为它名字里面有这三个字 叫做预测性 比如说我要预测一下 未来的盈利状况 我编制了一份 这家企业 未来盈利状况的 一份报表 一些信息 然后 我想请注册会计师 来对我的这个盈利状况 编制的这个信息 来做一下审核 给一下注册会计师的专业意见 来当下裁判 为什么 因为经过注册会计师审核的 那社会大众 我们的报表阅读者 他们可能会更加相信 他觉得更靠谱 不是你在自说自话 所以如果说企业编制了这样的盈利状况的预测 那么注快来做这个工作 称之为预测性财务信息审核 没问题吧 我问大家一下 这属于见证业务 还是属于相关服务呢 你必须要不假思索的告诉我 老师这属于见证业务 那接下来我问大家 见证业务要不要提供保证呢 要啊 提供的到底是有限保证 还是合理保证呢 别着急 不一定 怎么理解这个不一定 你看啊 我编制未来的盈利状况 比如说未来的收入 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水平 未来的费用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水平 我就必须要有一些假设 因为未来的事谁知道啊 我只能假设 我说以前啊 我有一二两个产品线 今年呢 我新开拓了一个三产品线 而且在三这个产品线上 收入能够保持 每年大概15%的涨幅 你说你怎么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这是未来的事 我只是做一个假设 我觉得这个假设是合理的 那我就基于这样的假设 编制了未来的盈利状况 好了 那我问问大家 注册会计师 对这样的假设 你在做审核的时候 你又不是神算子 咱们又不是算卦先生 咱们能够给他提供高水平的保证吗 说未来就一定能够涨15% 未来就一定能够带来收入的增长 你敢去这样保证吗 不能 所以我们对于假设只能提供有限的保证 因为未来的事谁说的准啊 我也说不准 我不能提供高水平的 所以这不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吗 在预测性财务信息审核当中 如果针对一些非常重要的假设 我们可以去提供有限保证 那进而 这家企业利用这样的假设 去编制这张信息的时候 对假设的运用 比如说 今年 这个三产品线的收入100万 那明年是多少呢 115万 老师这数怎么算出来的 100乘以一个他自己的假设 1加15% 算出来的就是115呀 这体现了什么 体现了我把假设定下来了 我要去运用这份假设 编制盈利状况的信息 假设这件事是未来的 我说不准 可是运用这件事 是板上钉钉的吧 你不能假设完了你还不用 或者你假设完了你用错了 那因此注册快选师 对于这种运用的过程 利用假设去编制信息的过程 你是能够提供合理保证的 所以综合在一起你就发现了 预测性财务信息审核这个业务 好复杂 它有可能提供有限保证 有可能提供合理保证 所以记住结论就是不可一概而论 否则都是错的 好了 如果各位小伙伴听明白了 你就发现 这就是实物化的专业案例 必须要把它听懂 听懂之后 你做题才舒服 否则你就只能背 反正小金老师告诉我了 预测性财务信息审核 既可能提供合理保证 也可能提供有限保证 为什么呢 我不懂 那今天在精准答疑这里 去年的同学都在问 于是今年你不用问了 我在课堂上把它给你讲清楚了 如何理解呢 第一点 说对于假设的合理性 你提供的是有限保证 这是因为假设这件事 谁也说不准 你不能从正面去证明 只能从反面去看一看 有没有一些信息 表明它不合理 但是未来的事 谁也说不准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你编制的预测性的财务信息 和假设一致吗 你有没有运用好这个假设呢 有没有按照适当的编制基础 会计准则来编制这些数据 那这个过程 我们是可以提供合理保证的 所以如果你在那怎么畅想 怎么假设 这件事 我说不准 但你怎么用这个假设 你怎么利用这个假设 把数据给我算出来 把信息给我呈现出来 这个过程 我们是能够提供合理保证的 所以第一和第二 这两件事 解决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问题 好吧 各位小伙伴 这是我们精准答应当中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大家也经常喜欢问 说老师 我还是想知道那个神秘的商定程序 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商定程序 所谓商定程序 指的是注册会计师与特定主体 一个委托人 一个企业 协商而确定的程序 这种程序它具有审计的性质 但是它不提供任何的保证 因为它是一种服务 我举个例子 你看 说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 一家公司找到我 说我们编制了一个 未来的利润情况 假设我预计未来有一个亿的利润 可是我跑了一年下来 我发现去年想的挺好 可是实际情况呢 我只有8000万的利润 这两者之间差了2000万 差的这2000万到底是差在哪呢 能不能帮助我分析分析啊 能不能帮助我找找 我能够提高的地方呢 那么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双方协商确定的 注册会计师来帮忙 那因此把这样的程序 就叫做商定程序 听明白了吧 所以这样一个例子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商定程序的案例 双方协商而确定的 讲到这里呢 其实把注册会计的业务类型 才算是给大家 完完全全的讲透了 如果大家去年听过我们的课的话 你会发现啊 今年在这儿 讲的应该比去年深很多 为什么 我也得益于很多同学提的问题 那今天呈现在了大家面前 就不用大家下去之后 自己再花时间琢磨了 那于是把这种高频的问题 我们在课堂上都解决了 也尽量的希望提高大家 在学习当中的效率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这里去年我讲 走马观花 蜻蜓点水就过去了呢 今年为什么要讲的 深讲的透一点呢 是跟咱们的考试情况 密切挂钩的 我在最开始就说了 我说审计考试考得越来越深 越来越透了 所以每件事 咱们都得格物置之 把它争取弄明白 好 这个考点咱们就说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考点 在刚才那一大堆业务当中 都是咱们能够发光发热的地方 但是咱们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 我不知道大家买了没有 这本书两个大字 叫审计 说明什么 说明那些事 咱们听听就过去了 最多就考一个单选题 考一个多选题 而未来咱们将近半年的时间 学什么 就学审计这种业务 所以从现在开始 咱们就专门的拿一个放大镜 把审计拿出来 做局部的放大特写 第二个问题讲 什么是审计 审计提供怎样的保证程度 这个问题 从头到尾呢 我也给大家把我们的教材原文 PPT念一遍了 仍然我是通过举例的方式 画脉络图的方式 帮助大家来理解 假设你自己家开了一个公司 咱们找一个小伙伴 我看到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这个同学叫做暖暖 暖暖同学啊 就你了 你们家假设开了个公司 这个公司的规模不是特别大 然后你自己打理着这家公司 换句话说啊 你就这公司的老板娘 公司就是你的 同时你也是这家公司的经理人 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有两种身份 一种呢 叫做你是这家公司的所有者 另外一种 叫做你是这家公司的经营者 你有两个身份 合二为一 这是现状 但是啊 未来 由于你考过了中国注册会计师 这家公司发展壮大 一下子成立一家上市公司 或者是成为一家大型企业 甚至成为了行业的龙头 原来啊 规模比较小的时候 你自己身兼二职 但是现在呢 你分身乏术 为什么 考过CPA了 走上人生巅峰了 公司也做大了 做大了之后 所有者的身份肯定不会改变的 你仍然是所有者 可是呢 经营者的这个角色 你自己就不能够完全照顾得上了 于是你聘请了专业的经理人 所以此时 有经理人帮助你 在打理这家公司 由这个经理人 作为经营者的角色 那你自己仍然是所有者 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经理人要向你去做汇报 汇报什么 汇报公司的收入啊 费用啊 利润啊 公司的资产啊 负债啊 权益啊 各种各样的情况 形成财务报表 你是这张财务报表的阅读者 没问题吧 可是你们两个之间 相互会产生信任危机 你说 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骗我呢 我又没有办法每天到各个工厂去 那经理人说 哎呀 我从业二十多年 我一直清清白白 诚实守信 你怎么能质疑我呢 你看双方会产生信息的不对称 称之为矛盾 那这种矛盾怎么解决 刚才咱们讲过 可以找个人来当裁判啊 谁当裁判呢 就是中国注册会计师 比如说 这里告诉你有个同学 陈同学 他考过了注快 那于是你找到了陈同学 你说这样 你来帮助我 把经理人编的报表 来做一下审计 审计完了之后 你向我提交一份审计报告 告诉我 说他编的这份报表 真的都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在所有的重大方面 实现了公云反应了吗 他真的真实吗 完整吗 准确吗 拿到这份审计报告 我心里就有谱了 所以你会发现 从原来的 他一个人身兼两职 就变到了 产生了三方关系 那我问问大家 产生这种三方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咱们来想想 本质到底是什么 如果一个人 他身兼两绝 他会不会产生三方关系 不需要 我自己编来 自己看 只有 我的这两种身份 我的这两种权利 发生了两权分离 进而 才需要一个独立的 专业的注册会计师 来帮助我去做裁判 来给我提供一些保证 那 基于两权分离 进而形成了三方关系 这 就是我们审计业务 产生的根源 各位小伙伴 你理解了吧 好了 我们接着把这个例子 往下再讲一讲 讲得更深 更透一点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说老师 我们家没公司 我说没公司不要紧 假设你是一家银行的高管 你负责的业务是 发放贷款 假设把这个贷款 发放给了一家公司 好了 我问问你 那这家公司的经营状况 负债率水平 你关不关心呢 你当然关心 为什么 你也怕放错了贷 看错了人 如果这家公司 拿着你的贷款 去胡作非为 根本没有把它用在正经地方 你担不担心 你当然担心 为什么会产生坏账 所以假设你是银行高管 你成为了一家公司的债权人 那此时 出于你工作的本职 你也需要去关注他的信息 他的这个信息给你 你敢信吗 你不敢信 那怎么办 也要找注册会计师 来做独立的专业的见证 来做审计 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的 那你就会觉得 好像比较靠谱 所以如果银行高管 他也需要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报告 咱们再说一句 老师 我真的不是什么银行高管 我就是个普通的小老百姓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也需要去关注审计报告吗 我告诉你需要 为什么 因为你有点闲钱 你在A股市场上买了股票 你成为了股民 股民就是社会公众啊 那你的钱投到了这家公司 你也有同样的担心 他有没有把资金用到正经地方 合理配置 公司的运营情况好吗 我未来能够赚一笔吗 你也关注他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 所以你看 即便你是社会公众 你不是什么银行高管 不是什么债权人 你也依然要依赖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 来做出一些决策 来了解一些情况 对吧 然后同学接着说 老师 我也没钱买股票 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上班 赚钱过日子的小老百姓 我从来也不搞什么风险投资 那我还用去关注一家公司的财务状况 还能够跟注册会计师产生某种联系吗 我告诉你 依然要 为什么 你突然发现自己家的孩子在喝奶粉 喝的这个奶粉就是一家上市公司 他的产品 你关注什么 你关注他的食品安全啊 换言之 你不是股民 但是你是一个普通的顾客 你也担心这家公司 会不会在奶粉当中增加了有害成分 影响了宝宝的健康 那这样的情况 你怎么可以得知呢 我们未来教学 注册会计师给你出审计报告 他里面要对被审计单位 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承担一定的审计责任 所以你发现了 无论你是哪种身份 自己家创业的也好 银行的高管也好 普通的股名也好 还是哪怕作为一个非常平平凡凡的顾客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 都和咱们产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吧同学们 好了 那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我就告诉你 咱们把中国注册会计师这样一种职业 称之为资本市场的守门人 为什么把它叫做守门人 刚才我用非常丰富的实务案例 专业的案例给大家做了讲解 老师你讲这些干嘛呢 我告诉你未来人家考虑用特别灵活的题 他问你 说下列各项当中 哪些属于审计报告的预期使用者呢 他给你弄一堆案例 股东 债权人 社会公众 普通的顾客 选不选 这些案例当中 就告诉你答案 所以咱们学审计 今年一定要学得更深 所以我今年也会讲得更深 所以各位小伙伴 听明白了吧 把这个关系听明白了之后 来咱们来做个总结 我问问大家 那审计产生于什么呢 产生于企业所有权和精英权的分离 发现了吧 把原理听明白了 这些东西就不需要单独去背诵了 第二个 审计的定义是什么 审计的定义 说财务报表审计 是指注册会计师 对财务报表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提供合理保证 用积极的方式提出意见 来增强管理层之外的预期使用者 对财务报表信赖的程度 如果你刚才把那些例子都听懂了 这个概念就特别好理解了 否则的话就是添书 怎么理解呢 你看谁做审计 谁来审 咱注快来审 审什么 审报表 审报表当中有没有 是不是不存在重大错报 对这件事咱们要提供一种保证 什么保证 高水平的合理保证 你的责任非常重 你要发表审计意见 写在审计报告当中 用积极的方式 不能回避问题的方式 去发表你的专业意见 那这张报表是谁编的呢 是管理层编的 所以它是编报表的人 编完之后 这些信息给谁看的呢 给预期使用者看 它是看报表的人 所以审计的概念当中就告诉你了 就是我们去审一份管理层编的报表 给预期使用者来看 我们发表我的专业意见 来增强预期使用者 对这张报表的信赖程度 这不就是审计吗 用刚才的例子 就能够理解审计的含义了 这个概念 我希望大家多读一读 但是考试当中 它不会考你这么一段话 是让你填空墨写 它考的是概念当中的 更细节的剖析 在这个剖析当中 一共有五个方面的要点 需要各位小伙伴 要非常认真 精准的把它掌握好 这些内容 我也不给大家念一遍了 还是通过脉络图的方式 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首先第一个方面 咱们刚才讲了审计的概念 那我首先问大家 从审计概念当中 咱们做下提炼 你回答我 审计的用户是谁 什么叫用户 我们工作 我们卖命 我们为了谁 我们的审计报告给谁看 刚才讲没讲过 想要是讲过了 给的是谁看呢 叫做财务报表的预期使用者 非常好 我看到大家在直播间里面 都争先恐后的回答我 这证明什么 证明你听懂了 而不是死机应备 这就是审计的用户 用备吗 我觉得不用备了 你应该理解了 第二个 那我们审计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做审计 因为注册会计师 他具备知识经验技能 他是独立客观的 他能够对财务报表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提供合理保证 那么通过这种合理的保证 就能够使得我们这张报表的可信度上升 那进而这张报表的质量 或者内涵就得以改善 所以本质上我们为什么要做审计 就是为了增强信赖 改善提升报表的内涵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但是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注意 考试当中给你挖一个坑 他说 哦原来你的目的是这个呀 说也就是说 你把一份审计报告给到预期使用者 他就可以用你这份报告 在你的建议下 去买哪只哪只股票了吗 你注意啊 这是个陷阱 你千万要提防一下 否则把自己装进去了 你这时候一定要 立正言辞的告诉他 我只是把报表给你看 审计报告当中 我们增强了信赖 我们提供了合理保证 但是怎么用 我可不管 怎么用这件事 这个建议 由你自己来做 所以审计并不涉及 为如何利用信息提供建议 否则咱们就冤大头 今天呢 张大妈买股票赔了 过来找你说都怪你 你告诉我 这家公司股票可以买 明天 某银行 给一家企业 贷了款还不上来了 也不来找你 说都是因为你当时告诉我 可以给这家公司贷款 所以注意啊 怎么用 我不管 所以有句歌词 叫别人说的话 随便听一听 自己做决定 这个决定 我们注册会计师 可不帮你做 这审计的目的 也要注意啊 是考试当中的坑 接着 我们审计是一个 见证业务 我们要提供保证 那我问大家保证的程度 是怎样的呢 你要注意啊 是高水平的 而且把这种保证 叫做合理保证 所谓的合理保证 你千万要搞清楚 它并不是绝对保证 所以未来考试当中 告诉你说 说审计提供绝对保证 凡是无绝对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 是绝对的 那因此 你不要说绝对保证 咱们给不了 因为审计 它存在一些固有的限制 这是保证程度 下一个 审计的基础 为什么审计值得信赖 具备比较好的口碑 它的基础是什么 基础就是 中国注册会计师 它具备独立的精神和品质 再加上 它具备非常强的专业性 虽是独立且专业 这种 它的审计报告 才能够让人信赖 好 最后我再问大家一个 那咱们审计的产品是什么 你最后给那个用户提交的是什么呢 叫做审计报告 这就是审计的产品 好 最后我再问大家一个 说考试当中 在这又给你挖个坑了 说审计的最终产品 是那份审计报告 还有它后面附上的那些财务报表 这个对不对呢 能不能把后付财务报表也放进来 你注意 不能 为什么 你听懂了的话 很容易内心就告诉自己答案 因为后付的这几张财务报表 谁编的呀 是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 它编制的 能是咱们筑块的产品吗 不是 咱们的产品只有审计报告 所以各位小伙伴 就审计的概念 我们从五个方面给大家做了剖析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就这个内容 每年在考试当中都有单选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掌握透彻 这张脉络图 大家要做到能够看图说话 好 弄明白了之后 我也在表格当中给大家做了总结 一定要再提示大家两个坑 一个 不涉及为如何利用信息提供建议 另外一个 最终的产品只有审计报告 而没有后付的财务报表 有特别说 老师 你把这里讲完之后 我大概理解了 说原来审计是这样的一种业务 但是 你在讲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提到了一个保证的概念 叫做合理的保证 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合理保证呢 它是种怎样的保证水平呢 你刚才又提到了没有绝对保证 前面还说到了 有一种保证叫有限保证 我已经晕了 能不能把这几种保证放在一起 给我们更加透彻的讲一下呢 咱们课间休息 十分钟 十分钟结束之后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去讲讲 到底什么叫做保证 好 各位小伙伴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课间的时候大家可以整理整理 我们这节课所讲的内容 然后给下节课做更好的准备 这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